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南明史》 它是著名历史学家顾成先生的代表作 也是研究南明这段历史的里程碑著作 在海内外史学界都有很大影响力 所谓南明史就是指从崇祯皇帝自尽 明朝宣告灭亡起 一直到清朝康熙元年 各地反清复明事里基本被剿灭为止的一段历史 如果不去细究 人们一般都会忽略南明的存在 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系列人物 尤其是郑成功 恰恰就是在这段时期建功立业的 而且贯穿清代的满汉矛盾 必须有南明历史的支撑 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 今天为你讲的这本《南明史》 就是一本回顾这段重要历史的著作 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 第一 面对清朝南明朝廷 为什么如此不给力 第二 汉人农民军为什么挡不住清军的进攻 第三 作为南明的军事明星 郑成功反攻的失败意味着什么 下面我们就开始一条一条的介绍这些内容 首先就来看看南明的朝廷是个什么情况 南明时期被视为正统的南明朝廷一共有三个 年号分别为宏光 龙武和永利 其中洪光朝廷是实力最强 最有希望中兴明朝的 所以下面我们就从洪光朝廷开始说起 作者顾成认为 洪光朝廷覆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偏安江南 不思进取 第二个是借鲁平寇的错误国策 虽说李自成攻占北京城 崇祯皇帝自尽 标志着明王朝的父王 但是当时南方地区都还处在明朝的控制之下 陪都南京也还有一整套和北京朝廷一模一样的官属体系 所以对于南方的官身来说 当下的第一要务就是赶紧另立新军 给新向明朝的官员百姓找到一个主心骨 南方官身所立的这个皇帝就是洪光帝 洪光帝朱游松是万历皇帝的亲孙子 论起辈分是崇祯的堂兄 是当时的宗室中跟崇祯皇帝关系最近的 在洪光帝登基之初 北方局面非常混乱 李自成在北京屁股还没坐热 清军就攻破山海关 攻进了北京城 李自成不敌 只能一路领军向西撤退 由于他放弃的地盘太多 清军兵力有限 无法在短时间内全盘接收 所以山东和河南东部地区 曾一度出现无政府的真空状态 当地的官员士绅们则纷纷打出了恢复明朝的旗号 这显然是洪光朝廷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 但是洪光朝廷上下却完全没有这个觉悟 先说作为主心谷的洪光皇帝 你或许听说过 明朝的一大特色就是昏君多 这个洪光帝正是明朝诸多昏君中的一个 他登基之后 做得最上心的一件事 就是搜罗美女 首都南京搜罗道的不如意 还派人到苏州浙江等地去搜罗 看到美女 不管人家愿不愿意 也不管人家有没有老公 就直接抓走 抓到了美女还没完 洪光帝还派太监到处去抓蝉雏 配置春耀 这位堂堂异国之君 也算是荒唐到了极点 皇帝没指望了 辅政大臣也好不到哪儿去 当时朝廷的实际掌控者是 马世英和阮大成 这俩人治国没本事 但楼钱却是好手 掌权之后就开始卖官欲绝 荒唐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的老百姓边歌谣讽刺他们说 中书遍地有 都督满地走 奸计多如羊 职方贱如狗 就是说 由于他们卖官欲绝 当官的满地都是 还不如狗值钱 说到这儿 你或许会问 文官不想打仗 武将总想打仗了吧 不然他们怎么立功封绝呢 这就要说到洪光帝登基的故事了 其实在洪光帝登基之前 南明朝廷对立谁为新军 曾经有过争执 按理来说 当时的福王 也就是后来的洪光帝 跟崇祯皇帝血缘最近 辈分也最合适 利他毫无争议 但是这个时候 却有人跳出来说 不行 福王昏庸无道 还荒淫好色 现在政治乱世 咱们得立一个贤能的皇帝 他们说的这个贤能的皇帝 是陆王 当时最有资格决定新军人选的 是南京政府的实权派人物石可法 但是石可法这个人 优柔寡断 迟迟做不出决断 福王见石可法这个态度 生怕到手的鸭子飞了 于是 转而求助于当时手握重兵的四镇军阀 最终 福王在四镇军阀的帮助下 登上了皇位 福王登基后 投桃报礼 为四镇军阀加官进决 获得了高官和地盘的四镇军阀 向上可以凭借手中的军队 威胁朝廷 向下可以对百姓横征暴脸 供自己奢侈享乐 当然也就没兴趣 再去战场上跟清军拼命了 对了 我们刚刚还提到了一个大人物 石可法 在传统的观点中 石可法一直被看成是 南明朝廷的忠臣良将 那他当时又在干什么呢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石可法是一个忠臣 但忠心不代表有能力 石可法这个人的个人能力 实在是不咋地 从咱们刚提到的 牟利新军的事件就很能看出 石可法这个人优柔寡断 在大事面前缺乏魄力 而且石可法不仅优柔寡断 性格还有些懦弱 前面提到 山东河南地区权力真空 正是南明朝廷 北上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 其实这一点 石可法也不是看不出来 但是他心中怯懦 你想啊 明军连农民军都打不过 更何况是打败了农民军的清军呢 所以在石可法看来 当时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越雷池一步 避免给清军以南下的口实 然后呢 主动跟清朝交好 以便保住南明 现在偏安江南的局面 不得不说石可法这个想法 跟清朝的实际统治者 多尔滚的想法相应成趣 其实 在清军刚刚占领北京的时候 多尔滚并没有产生统一全中国的想法 一来满洲本族的兵力十分有限 二来中国地域辽阔 南京朝廷还手握十万大军 清朝对自己能控制多大地区 心里也没底 所以他当时最多只打算接管长江以北地区 多尔滚还特别发出官方声明 表示南方的官身百姓 可以自行选利贤明的君主 保护江南地区 然而山东河南地区全力真空 南明在占据极大优势的情况下 却丝毫没有举动去收复失地 反而坐视清朝方面 用区区几千残兵 四处接管山东河南尚未归附的地区 至此 多尔滚彻底看破了洪光朝廷的虚弱无能 所以多尔滚在当年六月 还公开认可南明朝廷 到了七月却翻脸不认账 在写给时刻法的信中 全面否定了南明朝廷的合法性 要求南明朝廷向清朝无条件投降 可见正是洪光朝廷偏安江南 不思进取的心态 将自己推向了危难的境地 另一方面 洪光朝廷的这一心态 又引出了一项十分荒唐的国策 借鲁平寇 简单的说 就是先借清军剿灭李自成的农民军 然后跟清朝隔疆而至 但是作者认为 在清军入关占领北京之后 南明应该认识到一个问题 此时明朝和农民军之间的矛盾 已经变成次要矛盾 而明朝和清朝的矛盾 才是主要矛盾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 现在三方的实力对比是 清军最强 其次是农民军 最弱的是明军 所以南明朝廷如果想要保命 就应该联合农民军 共同对抗清军 相反 如果南明联合清军 那么清朝灭掉了农民军之后 分分钟就会灭掉明朝 这一点咱们前面说了 此时的清朝显然已经有了 消灭明朝的野心 其次 当时的经济环境 也不允许南北隔疆而至的情况发生 在宋朝以前 中国的南北方经济条件基本均衡 各自区域的粮食物资 都足以支撑起一个政权 所以历史的东晋南宋 才能够跟北方少数民族隔疆而至 但是宋朝之后 南北方经济逐渐拉开差距 北方的经济实力 已经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政治中心 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 上至朝廷显贵 下至部分军民 都要依靠从南方运输过来的 粮食和物资 才能养活 在这种经济状况下 如果南明朝廷占据了南方地区 就相当于截断北方的经济命脉 清朝就算占领了北方 也无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 所以清朝势必要和明朝 争夺附数的南方地区 或许短时间内 清朝统治者还意识不到这一点 但是祥清的明朝官员 心里却很清楚 比如兵部侍郎 金志军 河道总督 杨芳兴 都曾上书 劝告清朝统治者 一定要消灭南明 最后 祥清的明朝官僚中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南方人 他们都害怕 一旦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 自己就会有家不能回 骨肉分离 因此 他们都竭力地怂恿清朝统治者 消灭南明朝廷 但是这个道理 南明朝廷却死活都想不明白 又或者是 懦弱无能的他们 不敢想明白 当时南明的一些中层官员 比如张政臣 陈子龙等人 都指出 借鲁平寇的策略不可行 人家唐朝郭子怡 借北方的沙陀族的士兵 来平定安时治乱 也没说把战场 扔给沙陀兵就不管了 而是带着本国的军队 跟沙陀兵一起浴血奋战 人要先自救 别人才能救你 这是最起码的道理 但是石可法 马施英等朝廷重臣 根本听不进去 还派了一个使团 去北方跟清朝和谈 商量两国分界线的事情 更可笑的是 面对已经降敌的吴三桂 洪光朝廷 还让使团给他送去了 白银 粮食等军需物资 还拿历史上苏秦 配六国相印的典故 任命吴三桂为山东总督 让他同时为清明两朝效力 结果可想而知 这笑话一样的南明使团 到了清朝 连谈都没谈 就被清朝扣押了 到了这个时候 很多南明官员终于意识到 跟清朝联合不靠谱 还是应该做好准备 防备清军南下 然而石可法却在这个时候 表现出了异常的执着 他坚持认为 农民军才是明朝的最大敌人 而直到洪光朝廷被灭的前夕 石可法还在做 跟清朝两分天下的美梦 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清朝在消灭了李自成后 立刻起兵 消灭了洪光政权 可以说 正是偏安江南的心态 加上借鲁平寇的错误国策 彻底葬送了洪光朝廷 洪光朝廷覆灭后 南明的残余势力 又在福建建立起了龙武朝廷 龙武帝是明朝历史上 少有的明军 在为政举措上 他遏制党争 关心百姓疾苦 在抗清战略上 他头脑清晰 举措得当 而且一心想要前往 抗清前线指挥作战 只可惜 龙武帝在位期间 一直被权臣裹挟 手无实权 宏图大志 无法实施 最终只落得个 被清军俘获 含恨而死的下场 龙武朝廷之后的 永利朝廷实在不值一提 永利地贪生怕死 只会一味逃跑 最后干脆跑到了 农民军的地盘里 当上了汉县帝一般的 傀儡皇帝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 当时的两支农民军 最终覆灭的原因 两支农民军 一支是以李自成为首的 大顺军 一支是以张献忠为首的 大西军 咱们先来说 比较出名一点的大顺军 公元1644年 大顺军攻克明朝首都北京 并且在短短三个月内 基本接管了 长江以北的全部地区 根据李自成 此时所拥有的兵力 民望 以及所占有的土地而言 他很有希望统一全中国 但是为什么 不过短短一年后 大顺军就迅速败亡 连李自成本人 也身死人手 作者顾成认为 大顺军败亡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 一是没有意识到 满清的威胁 二是在军事方面 接连决策失误 李自成之所以 能够迅速颠覆明朝 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 当时的明朝 处于两线作战的窘境 一面要对付 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 一面还要对付 山海关外崛起的满清政权 而当李自成灭掉明朝 坐上明朝皇帝宝座的同时 他也就落入了 跟明朝一样的境地 他也必须两线作战 一边清剿明朝残余势力 一边防备山海关外的满清势力 但是显然 此时的李自成 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只把注意力放在了 明朝残余势力上 对满清毫无防备 占领北京后 李自成派自己的嫡系军队 驻守了山西重镇大同 河北重镇真定 却唯独没有派自己人 镇守防御满清的重镇山海关 不仅如此 李自成还企图把原本镇守山海关 熟悉满清情况的将领和军队都掏空 在招降了明朝的山海关首将 黎玉田 吴三桂等人后 李自成委任黎玉田 为四川节度使 又让吴三桂率领军队前往北京 朝见新军 也就是朝见李自成自己 注意 这里李自成不是让吴三桂 一个人去朝见新军 而是让他带着军队一起 显然 李自成是打算朝见之后 让吴三桂领兵去执行其他任务 而不再回到山海关 虽然这个目的最终没有达成 但是我们却可以借此看出 此时的李自成完全没有意识到 满清的威胁 他或许是觉得 大顺军和清军从来没有交过手 两家无冤无仇 可以和平相处 显然他的这个想法实在太天真了 在李自成占领北京 仅仅一个多月后 清军就攻入了山海关 清军入关后 李自成原想聚守北京 抵抗清军 但是由于北京河北地区 驻守的兵力不足 李自成只能带领军队退守山西 到这一步 其实大顺军的情况 还不算太糟糕 但是接下来 李自成的接连决策失误 让大顺军彻底走向了父王 首先 第一个错误是放弃山西 李自成退守山西后 清军并没有继续追击 而是返回北京休整 这当中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李自成能利用这个间隙 火速从陕西等地 调集军队进入山西 加强山西地区的防御 那么就很有可能 以山西为界 跟清军平分北方地区 再不计 也能多一重保护西北的屏障 使西北不至于太快陷落 但是李自成 并没有坐证山西筹备防御 而是带领主力军队 继续向西撤退 一路返回了陕西 而被李自成 留在山西的首将 有一大半都是刚刚投降的明朝将领 结果李自成前脚刚走 后脚这些明朝降将就纷纷反叛 山西北部和陕西的部分地区 迅速落入了清朝手中 同时 山东河南等地的大顺政权 也被明朝关身趁机颠覆 当年年底 清朝重兵进攻西北 大顺军不敌 大败而逃 至此 李自成在北方的根据 全部丢失 既然丢了北方 李自成就想赶在清军之前 从南明手中抢夺江南地区 作为自己的新根据地 这个想法原本也不错 但是在抢夺江南的过程中 李自成又犯了一个大错误 没有派驻足够的兵力 镇守荆州 襄阳等军事重镇 作者提到 自古以来 想要夺取江南 或者保卫江南 都要聚守京湘之地 因为一旦过了京湘 再往南 无险可守 一旦敌军进犯 江南地区将迅速陷落 大顺军如果不恶守京湘 前方与南明作战 后方就岂有可能遭遇清军袭击 对此 京湘守将白旺 也曾提醒李自成 但李自成不听 不仅不恶守京湘重镇 还抽掉京湘的主力军队 随他南下 结果清军果然尾随其后 夺取京湘 进而一路追击 接连重创大顺军 李自成夺取江南的意图 无法实施 于是领军前往湖南 结果在湖南境内 遭遇当地的南民武装袭击 李自成被杀身亡 至此 大顺政权 宣告覆灭 再来说 以张献忠为首的大西军 为什么会灭亡 作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 张献忠的接任者 孙可望 全域熏心 想要废掉永利皇帝自立 导致大西军分裂内讧 公元1646年 也就是明朝灭亡 仅两年后 张献忠死于清军之手 他死之后 大西军并没有像大顺军那样 群龙无首 分崩离析 而是由张献忠的干儿子之一 孙可望继续掌舵 孙可望接手大西军后 转变方针 开始与南明合作 共同抗清 公元1649年 清军大规模围攻南明的 永利朝廷 永利朝廷崩溃 永利帝无奈 只得求助于孙可望 孙可望便趁此机会 将永利帝和他仅剩的几个大臣 接到了自己的地盘安隆 也就是今天的贵州省安隆县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一幕像极了历史上 曹操迎汉县帝 入许都的场景 如果孙可望有曹操的眼光 以永利帝为旗帜 号召东南的郑成功 张皇岩 以及其他兴赞各地 以反清复明为目标的 明朝官身 共同抗清 那么大西军的未来 将不可限量 从孙可望把永利皇帝 接到身边的举动来看 他也的确看出了 携天子 以令诸侯的好处 但是很快 孙可望就被全力冲昏了头脑 迫不及待的 要把永利帝从皇位上拉下来 自己做上去 他的这一举动 立刻引起了各方 反清复明人士的不满 其中也包括 李定国 刘文秀等大西军高级将领 于是 李定国趁孙可望不备 领兵把永利帝救出安隆 迁往云南 至此 两方算是撕破脸了 但是李定国和永利帝 依然以反清复明大局为重 提出与孙可望 尽气前嫌 共同抗清 对此 他们也给出了很大的诚意 比如 李定国救出永利帝后 领兵占据了 大西军的老本营 云南 当时 孙可望的家人都在云南 但是李定国 却没有用家人 威胁孙可望 反而未表诚意 把家人都给孙可望送了过去 可惜 此时已经痊愈熏心的 孙可望根本无法忍受 臣服于永利帝 所以 在接到家人之后 孙可望立刻挑起了内战 当时 孙可望手中有20万人马 而李定国手中 不过三四万 孙可望自以为万无一失 却没想到 他手下的将领 对他不顾抗清大局 挑起内战的行为 大大不以为然 都不愿拼命 更有甚至临阵倒戈 反戈一击 结果 20万大军轻刻瓦解 孙可望只带着少数兵马逃跑 最终走投无路 投降清朝 至此 大西军 孙可望这一支 宣告灭亡 而另一支 以李定国为首的大西军 一直对永利帝忠心不二 致力于反清复明大业 但是永利帝 却是一个 带不动的昏君 永利帝最擅长的事情 就是逃跑 他登基以来 从广东跑到广西 从广西跑到贵州 又从贵州跑到云南 李定国等人在云南的经营 也许没有给永利帝安全感 所以他很快又从云南出国 跑到了缅甸境内 当时李定国正在云南组织兵力 抵抗清军 听说了永利帝逃入缅甸的消息 李定国立刻派人 想要把永利皇帝追回来 这一方面是因为皇帝流亡国外 会让各地反清复明的士气 大大衰落 另一方面也是担心永利皇帝 身在异国 安全无法保证 结果果然不出所料 李定国派遣的人 刚刚进入缅甸境内 就被缅方杀害了 随后 李定国等人 多次派兵 想要把永利帝从缅甸接回来 缅甸都不肯放人 显然 缅甸是觉得永利皇帝 其货可居 不从他身上 榨点油水出来 是不会轻易放他走的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 最糟糕的是 随着南明的抗清基地 先后被清朝摧毁 缅甸意识到 清朝已经坐稳了江山 明朝复兴无望 没有必要再为了南明得罪清朝 于是缅甸转而与清朝合作 捉拿永利帝交给了清朝 顺至18年年底 缅甸将永利皇帝 交给了清朝朝廷 过了年 也就是康熙元年年初 永利帝被杀 永利帝被杀后不久 李定国忧愤而死 至此 大西军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最后咱们说 郑成功水师 反清复明失败的原因 郑成功本人的知名度 不用多说 郑成功的父亲 郑之龙是海盗出身 后来受明朝朝安 出任明朝的都督同志 也就是一个很高阶的武官 明朝灭亡后不久 郑之龙详亲 郑成功对父亲的做法并不认同 于是跟父亲分道扬镳 继续从事抗清事业 经过几年的经营 郑成功在福建地区 组建起了一只相当规模的水师 令清朝十分忌惮 那么这只水师 最终为什么会败走台湾呢 作者顾成认为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郑成功割据自立的私心 一个是南京战役的失误 作者顾成认为 历史上郑成功的真实形象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光辉 其实他的终极目的 并不是复兴明朝 做明朝的大忠臣 而是让他们正式家族 拥有一块稳定的地盘 并且在军政上保持相对独立 就像当时的高丽 臣服于明朝 但是独立自治 郑成功曾说 如果清朝能答应他的条件 他就详亲 如果清朝不能 他就继续做明朝的臣子 这期间 郑成功曾多次与清朝谈判 只不过清朝难以满足 他开出的条件 所以和谈一直没有成功 但是郑成功都没有彻底 断绝过跟清朝的联系 公元1654年 致力于明抗清的 大西军将领李定国 力邀郑成功东西夹击 收复广东 作者指出 这是复兴明朝的关键一步 当时的南方 广西以西大部分地区 都在南明朝廷和大西军的控制之下 而郑成功在福建 如果东西夹击 拿下广州 那么反清复明势力的根据地 就可以连成一片 大大改变原本东西不通的局面 这样做 对复兴明朝而言 的确是最好的谋划 但是却会大大限制 郑成功的自由 因为一旦与南明朝廷 沟通顺畅 军政大士就都要听命朝廷 不然就会被指责 建越无礼 所以郑成功 一边希望李定国等抗清势力 能够牵制住清军 减少自己对抗清军的压力 一边又希望自己的辖区 与南明之间 保有一片清朝统治区 一边他以消息不通为由 割据独立 所以 对于李定国合力收复广东的邀请 郑成功只是一味拖延 既不答应 也不拒绝 最终 郑成功倒是在李定国的 殷切期待下出兵了 但是双方约定的会师日期 是农历十月十五 郑成功却到了农历十月十九 才派兵前往广东 而且从头到尾 郑成功的水师都没有投入战争 只是在海上观望 等到听说李定国战败的消息 就迫不及待地撤回了福建 这次复兴明朝的大好时机 只因为郑成功的私心功亏一篑 后来抗清势力被清朝逐个击破 纯亡齿寒 郑氏家族也没能逃脱厄运 郑成功的另一个致命错误 是在南京战役中中了清朝的缓兵之际 公元1658年 清朝集中兵力攻打西南的永利朝廷 郑成功认为这是他扩大东南抗清基地的大好时机 于是决定率兵北上夺去南京 公元1659年 郑成功与抗清名将张黄炎联合北伐 由于清军的主力都在西南地区 东南地区兵力薄弱 郑成功与张黄炎的大军一路势如破竹 短短两个月就打到了南京城下 咱们前面说过 江南地区是全国财政的主要来源 而长江穿南京城而过 一旦收复南京 意味着整个江南地区都落入了南明手中 清明两方的经济实力将轻刻逆转 而且南京作为明朝曾经的陪都 在国人心中地位非凡 一旦南京光复 国人反清复明的士气将大大提升 当此胜利在望的时刻 郑成功如果迫不及待领兵攻城 南京城必然会被他一举拿下 那么中国历史可能就会改写了 然而这场战争的前期实在太顺利了 郑成功攻陷瓜州镇江两地后 周边大批郡县望风而浮 这些胜利冲昏了郑成功的头脑 他开始认为 以自己的威慑力 南京的清军一定会不战而降 恰在此时 南京的清军守将管孝中 派人前来乍降 管孝中一边火速派人向清朝朝廷求援 一边跟郑成功拖延时间 他对郑成功说 清朝规定守城三十日后 方才投降的将领 不会祸及家人 所以希望郑成功能够等他三十天 免得他这边投降了 留在清朝的家人遭殃 这一听就知道是缓兵之计 郑成功的部将也劝他不要听信 立刻组织攻城 但是郑成功不听 执意等管孝中投降 与此同时 清朝朝廷接到了南京的求救奏书 立刻调集军队援救南京 十天之后 清朝的援军陆续赶到 南京方面看到时机成熟 于是发起反攻 毫无防备的郑成功部 两天之内全线崩溃 经此一战 郑成功元气大伤 从此将目光由东南转向台湾 收复台湾后不久 郑成功病故 郑氏家族反清复明的历史 至此也基本落幕 好了 到这里这本书的内容 也就说的差不多了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了解了南明史之后 你或许会发现 当时的反清势力 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不堪一击 除了三个正统的南明朝廷 还有大顺军 大西军 郑成功 张皇岩 以及很多我们无法一一细说的 地方抗清势力 他们当中有实力强大 如孙可望 郑成功的 有对明朝忠心不二 如张皇岩 李定国的 还有整个明朝都少见的明军 龙武皇帝 但最终南明 还是一败涂地了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分开来看 各方反清势力失败的原因 各有不同 但是总体来看 明朝失败的主要原因 只有一个 那就是各怀一心 难以团结 他们各自为政 相互攻伐 甚至反戈一击 帮助清朝 以至于明朝 以广阔的国土 巨大的人口基数 却输给了原始人口 极少的清朝 看来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 团结都是一个 值得我们思考的话题 对 是 做 无许 不是